那我们来看一下发文作业 首先先来看电子发文处理 所有需要发送的公文呢 都会在发文作业的带发文这个区块当中 那发文人员确认内容无误之后 我们就可以按下执行电子发文 将公文进行电子交换 首先我们先进到带发文这个区块 点选公文的文号 将公文开启 确认公文内容是否都正确 确认无误之后 我们就可以勾选我们要执行电子交换的公文 按下执行电子发文 公文就会送自交换平台进行发文 进行电子交换的公文 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就再进到公文编辑阅读的画面 点选上方的发文结案 将公文进行发文结案 发文结案完成的公文 接着就会进行到带规档的区块当中 那我们再自带规档的区块这里 勾选我们想要进行规档的公文 接着将公文按下送规档 就可以将公文送至掌管作业 有当管人员结案归档 那我们来看一下系统实际操作的画面 我们可以透过左方的发文作业的代发文进入 或是透过首页仪表版的代发文进入 进入之后我们可以点选公文的文号 将公文开启阅读 确认没有公文确认没有问题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再回到公文的列表 勾选我们要进行发文的公文后 按下上方的执行电子发文 将公文送至交换平台进行发文的动作 接着我们再回到公文编辑的画面 进入之后呢 点选上方的发文结案 将系统进行发文结案的动作 系统会显示发文结案作业成功 那这份公文呢 就完成电子交换 后续就会进到代规档的区块当中 那在这里我们就可以将要规档的公文 勾选起来之后 按下送规档 公文就会送至党管作业 后续就会有党管人员进行规档的动作 那电子发文的处理到这里就完成了